喔!很多零食 嗯! 嗯! 哈囉大家好,我是萱萱 不知道大家最近過得怎麼樣 昨天我收到來自我大學同學寄給我的包裹 從台灣寄來的 我現在要來開箱,我超級期待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紐約疫情很嚴重 那我們幾乎都是待在家裡 除了去超市之外 那是有很多想吃的東西吃不到 然後上個月的時候 剛剛疫情就是蠻嚴重的 我知道台灣新聞都有報 我朋友就問我說 那你過得還好嗎?你口罩夠不夠? 需不需要擠點東西給你 我就說那我口罩還夠 可是我很多想吃這個台灣東西 他就說好啊,那我寄點給你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記得什麼 因為我當時他有問我說你有沒有特別想吃什麼 我其實也很久沒有逛過台灣的超市 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來到底要吃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人家問你說你想吃什麼 我就很多東西想吃 可是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來 我朋友就說那沒關係 我去超市挑給你 所以現在有一種開驚喜香的感覺 但我有跟他說我一定要吃那個紫禁書 那待會我也會給大家看什麼是紫禁書 因為紫禁書是一個我超喜歡的台灣的土產 我現在來開箱了 我真的很開心 好 我現在來開箱 這個從台灣寄包裹來美國的話 大概要半個月到一個月不等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還算蠻快的 其實我也大家會不會也好奇會說 如果我想要寄台灣的零食給朋友 到底應該寄什麼 我們就來看看我朋友寄了什麼給我 然後我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我相信大家就是在台灣的人 可能沒有辦法來想像說 欸到底在海外 在海外住的人會想要說到台灣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看 好了我現在已經把這個拆開來了 嗚 感覺很多零食 我剛剛已經看到一個很可愛的 天啊 超開心 滿滿一大箱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個 我就已經開心的不行了 因為我跟我朋友說 我很想要吃日式豚骨拉麵 就是最近在這邊都 吃不到好吃的成果拉麵啊 這個拉麵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就是在國高中的時候很常吃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晚上的時候 會買一包這個回家 然後在上面加上那個 起司片 超級好吃 我現在已經流口水了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這是Open醬的 哇煎欸 我這個也超久沒有吃了 我之前有在想說 可不可以在這邊買到這個 哇 那我就沒有看到 哇 欸你看上面還有畫一個台灣小池 太可愛了 這什麼 這是 布導翁海鮮烏龍 我完全沒有吃過這個口味 它好像是韓國的 韓國布導翁海鮮烏龍味烏龍拉麵 啊 沒吃過 好 期待 看到這個 孔雀的餅乾 我也超久沒有吃孔雀的餅乾了 孔雀的餅乾也算是我一個兒時回憶吧 以前就是 家裡拜拜的時候啊 都會買那種料飯包 而且我還很喜歡吃孔雀的餅乾 它們有一個決心書 它也是咖啡口味的 我之前有想辦法在這邊找 可是就是沒有咖啡的口味 有什麼好像香草還是草莓 我忘了 想不起來 但我沒有買 然後我覺得那個孔雀的餅乾 冰在冷凍庫之後 拿出來那個中間那個餅 會有點像冰淇淋一樣 那也超好吃 對我覺得 除了孔雀餅乾 孔雀的餅乾 大家也可以考慮 我現在就想拆來吃了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吃孔雀餅乾 好香喔 它有一點點的碎掉 我覺得這個 待會下午我就買他們吃了 欸 吃那個碎的 我覺得孔雀餅乾最好吃的 就是它的口感 就有一點空心空氣的感覺 可是用完它去有那種 和牛奶的香味嗎 嗯 嗯 想來冰奶一口 嗯 好吃 嗯嗯 繼續開一下 嗯 對有一點碎掉 這是大甲酥餅 但是我有一點不確定 大甲酥餅跟奶油酥餅 有什麼區別 我以前去台中的時候 也會買他們 家有一家 我忘記名字了 但是叫做奶油酥餅 很有名的 我相信大家去台中應該有吃過 那種奶油酥餅 我也超愛 這個 有點碎掉 但沒關係 我還是會 很開心的把它吃完 很寶貴 大甲酥餅 喔我朋友還 我朋友還寄了這個原字筆給我欸 我覺得好 好有意思嗎 他可能覺得我在這邊買原字筆很貴 我以前有跟大家說過 就我其實來美國念書前 我聽過 就學長姐說 這邊的文具都賣得很貴 那如果你來念書的話 最好自己先買一些原字筆啊 或是買一些文具過來 我差不多整個立刻帶 我朋友真的超可愛欸 殊不知我現在已經沒有在用 沒有在用筆 筆記本之類的 最近都在用ipad的或電腦之類的 還是還是很開心 然後這個 黑人牙膏 喔我上網 那時候我在 我有在想說要買什麼的時候 我有上網去搜 就是 比如說外國人來台灣 就是要買什麼 半手禮回家 他們都會推薦黑人牙膏 現在 口味都已經 出到我 我不認識 而且這個還有Q10 其實也快開完了 這個 王子麵 王子麵 我現在已經 一吃不不及在想吃 以前是 以前我有在想說 科學麵跟王子麵的差別 到底是嗎 後來我也沒理解 有人知道科學麵跟王子麵的差別嗎 不知道 反正我也很喜歡吃這個 喔 等等 把這個拿上來 萊克杯麵 我朋友真的 超好 因為我一直很想吃杯麵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太佔空間了 不知道油費多貴 愛你愛你 我已經在想我什麼時候要吃了 因為這個杯麵就是很小包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鮮蝦魚板口味 除了鮮蝦魚板 我還喜歡韓式泡菜 韓式泡菜 韓式泡菜也很好吃 大家也可以買 我杯麵真的是太佔空間了 我來的時候 有帶三杯韓式泡菜 可是就一下子吃完了 進入今天的最高潮 紫晶酥 我現在已經要來吃了 因為我朋友 然後昨天有跟我說他有幫我買紫晶酥 然後他說 保存期限應該還沒有過期 其實就算保存期限過期了 我也會吃了 真的 太小了 這個味道了 他可以 我看看 他是四月期製造 我朋友應該是四月初期給我 所以他能放一個月 今天已經四月二十幾號 然後現在馬上來吃 我要來介紹一下紫晶酥是什麼 紫晶酥呢 他就是像這種芋頭酥 可是呢 芋頭酥 他最大的賣點是呢 我自己覺得啦 最大的賣點是 裡面有個馬薯 這個真的超級好吃 然後 我在機場的時候也有賣 就機場有賣一種是九顆裝 一種十二顆裝的 我朋友買了六顆裝的給我 耶~~開心 然後我六顆裝有二小時 省著點吃 因為也是一下就吃完了 我回來 在美國的時候 我朋友也有要我帶說 我帶紫晶酥 他們說 我很想吃 可不可以在機場幫我帶一個 然後還要十二顆裝 嗯~~ 有一點 沒有咬到麻糬 嗯~~ 嗯~~ 麻糬還是一樣的Q彈 嗯~~ 嗯~~ 好好吃喔 真的我剛剛沒怎麼吃早餐 好好吃喔 嗯~~ 是不是很羨慕啊 摔給我一打我都吃完 我朋友說他是在官網上買的 就在家裡 然後他就幫我寄出來 他說還蠻方便的 而且他之前沒有吃過 他自己也買一盒 他說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剩下 兩個 嗯~~ 天啊 我又看到一個兒子回憶了 這算是我的大學回憶吧 我其實這幾天才在想 這幾天我其實做飯 有一一點點的 開始懶了 我就 尤其是早餐 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然後以前 以前 很愛買那種 桂格的 有一個 嗯~~ 這是什麼 要怎麼解釋 桂格有一個北海道 鮮奶麥片 這個我超愛喝 以前真的是買超多口味 什麼巧克力啊 抹茶啊 然後草莓 什麼之類的 反正這個真的是 也是回憶 以前就是晚上 嗯~~ 宵夜 他要睡覺前 就會覺得 有一點餓耶 來喝一杯吧 喔~~ 已經陷入了一種大學回憶之中 我大學也是大概 快十年前的事了 喔~~ 還有一個這個 Green Max 這個我沒有喝過耶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是Max Tea嗎 這是台灣製造的 沒有喝過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 堅果古都 欸感覺這個很精剛耶 最後一個 好快喔 我才猜一下下吧 我們已經 最後一個 這是幾年來的蛋卷 應該怎麼都睡掉了 我現在來開 拆看看 摸摸看是不是瘦 真的我怕吃在這邊 會有堆瘦 拆開來 看看有沒有多碎 瘦瘦已經噴出來了 啊~~ 欸我覺得 嗚嗚 大家最好還是拿一個盤子 拆著什麼 多一種 登登 欸我覺得比我想像這麼好耶 它還是蠻完整的 登登登登 來吃一個 大家感覺這個顏色 這比我印象中的深耶 我以前印象中的是 我以前印象中的是 有點精華精華 還是那是另外一個牌子 好吃 我以前好像還有吃過芝麻的口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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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有問我說 不要變吃變講話 嗯 嗯 很好吃喔 大家除了就是以上這些 嗯 食物看能不能給你靈感之外 我自己心裡想的 還有一些其他的食物 義美的零食 我就很喜歡吃 義美小泡芙 然後義美巧克力脆片 還有義美那個葡萄QQ球 這三個我都超喜歡 其他的我不確定 我其他都想到的是冰淇淋 那個通常是要冰淇淋 我也很愛吃 還有熊貓雪糕 其實這邊買得到 義美小泡芙 可是義美小泡芙的口味就是有局限 你不是說 像好像牛奶就買不到 牛奶口味也是我很愛的 我最喜歡吃牛奶 巧克力 然後草莓 嗯 這三個口味 可是這邊好像只買得到巧克力 而且也不是說很容易買 然後一個 一個好像兩塊錢 還是一塊錢 我也很忘了 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寄過來也沒有很便宜啦 所以 就是 這是一種 四香之情 是無價 好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朋友 謝謝你寄那麼多食物給我 真的很感動 我們確定心裡很溫暖 咳咳 如果你的朋友 也在重災區的話 你們可以多寄給他 或者是你們要寄食物給我 我也很歡迎 沒有啦沒有開玩笑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有幫到你 如果是你想要寄食物給在海外的朋友 或者是你是在海外想要家人朋友寄食物給你 希望這支影片有給你一些食物的靈感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食物的推薦啊 也歡迎留言給我知道 因為我也想要再叫我家人幫我寄一些食物過來 那謝謝你們觀看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以及在下面留言或點喜歡這支影片喔 謝謝你們觀看 掰掰 我剛剛發現我朋友 有準備一封卡片給我 我現在已經想哭了 是一隻小豬 要讓我自己看 我那麼可怕 誒怎麼了 我不用提卡片的人 感動 我都不行 對啊 哇,there it is